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给您再分享一个技术视频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Deno 一个安全的JavaScript 或者说TypeScript的运行时 今天我给您讲解一下Deno 不过在此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开通YouTube会员频道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哦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知识点吧 什么知识点 Deno的使用方式 第二 Deno他其实是Node.js的弟弟 他们都是由他们的生父 Lion Daru开发出来的 Lion Daru他这个人 他在开发完Node之后 他自己做了很多的反省 他给Node提了时钟罪 是吧 时处硬伤 那么在Deno中 他就避免了Node.js的时钟罪 我觉得在今天 既然Deno已经发行了正式版 我就觉得应该有必要做视频 给您讲解一下 好不好 好 那咱们先少续 马上先看一下Deno的官网 Deno其实就是把Node.js的这个字母重新做了一个排列 好不好 大家请看 这下官网做得非常的简洁 是吧 然后呢 它目前是出到了最新的版本是一点几 我给您看看 它现在最新的版本应该是1.2.1 是吧 1.2.1 OK 没有问题 它的语法其实真的非常的简单 我现在是这样 在我给您介绍之前 我觉得它既然和Node是兄弟俩 哥俩 那么我觉得就有必要给您去比较一下Deno和Node 它们有什么一同 好不好 那咱们开始啊 Deno vs Node有什么一同 大家请看 首先说Deno它不再使用NPM NPM叫什么 叫做Node Modulo的地域 大家请看这个 您用NPM都知道 您不管是装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插件 它给你装一大堆这个依赖库 对吧 简直就是地域 不知有张图片 给您简单作为一个比喻 你看 这是太阳 太阳的重量 中子星的重量 黑洞的质量 接下来 就是咱们Node Modulo的重量 简直就重到让人无法接受 我用Node.js的忌惮的地方 就是这个Node Modulo 无法接受 那么在它的弟弟Deno中得到了改善 它不再使用NPM了 好不好 接下来 它不再使用package package Jason和NPM是一回事 因为咱们的依赖包 都要写到package里面去 它也不再用了 接下来 所有的异步调用 都返回promise 对吧 但是呢 它提供的API和Node.js 不太一样 接下来 它是非常安全的 它对所有的资源存取 咱们都要单独付权 是网络 是文件 照相机 这个非常类似于Android 安卓 我感觉这地方的设计 它是有所借鉴安卓 OK 接下来 它使用标准的ES模块 不再使用requare 咱们还记得吗 咱们用这个Node.js的时候 要requare一大堆的苦 对吧 现在它不用requare了 它用的是Node.js的模块 好不好 OK 最后 第三方库 咱们如果是用Node.js的话 都要通过NPM进行安装 其实NPM的 现在生态已经非常的成熟 可用 但是 以后的Deno 它不通过NPM 它通过UR方式 进行引用安装 这是它的一个独特的地方 OK 咱们说完了 Deno和Node的一些区别之后 我再给你讲讲 Deno它有什么特点 咱们看一下 D 杀箱机制 杀核机制 更安全的运行时 咱们 我刚才跟您说了 您在存取任何的资源的时候 和安卓一样 都要对它进行特别的授权之后 才能够使用 否则 它这个程序 就像在一个杀核中运行 它出不去 好不好 OK 接下来 它原生支持 不光是JavaScript 它原生还支持TSC TypeScript 这个非常的重要 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 慢慢慢慢的 TypeScript会成为主流 慢慢的会淘汰JavaScript 这是我今后的一个预见 接下来 异步采用Premise 这个咱们刚才说了 对吧 另外 它仅仅有一个可制性的文件 再有 它的内部包给咱们提供了 更多的实用程序 比如格式化 它居然都提供 这有点类似于Dart 是吧 接下来 它现在有一套 它说 据官方说 可信赖的标准库 STD 这个也是它的特点之一 好 咱们说了这么多 它的一些特点 一些个NodeJava的一同 那么我觉得 接下来 我就应该给您简单的演示一下 Dino的具体的安装 以及简单的使用方法 好不好 那么咱们先少讯 马上开始 实战演习 实战演习 咱们一上来 先对它进行安装 马上开始 这个地方应该加一个SU2 咱们先试试吧 我在我本季做课件的时候 是没有加 但是咱们在讯息上 我看是不是要加一个 咱们先试试 进行安装 Go 这一行命令 速度还可以 OK 没有出这个SU2 什么什么 说明它是装到了 我本地的主文件夹去 没有装到整个全局区 这个我认为是对的 然后它推荐 这两行需要配置一下 这两行咱们配置一下 稍等 OK 咱们加完之后 更新一下咱们的系统路径之后 咱们运行一下 没有问题 说明它已经生效 大家请看 这个跟Note也是一样 进入它的一个控制台 OK 咱们试一试 安装成功之后 咱们用这个杠大V 看一下安装的版本号 没有问题 然后用这个杠杠Hair 看一下它所有的 这个命令行的参数 这地方都出来了 对不对 OK 那么接下来干什么 咱们简单的运行一个 它的Hello World 对吧 但是咱们本地并没有去建 运行的应用程序文件 咱们干什么 咱们采用网络运行方式 它直接从网上下载一个它的TS 然后进行运行 就是这个URL 咱们先访问一下这个TS 咱们看一下 咱们要运行这个内容 是什么样子 大家请看 其实就是下载这个文件 在这控制台输出一行信息 Welcome to Deno 你看这个作者非常有个性 他居然不用Hello World 用Welcome to Deno 好 那咱们先稍息 咱们马上试一试 就在网络上下载这么一个TS 然后运行 大家注意看 它还是TS 试一试 Go 下载 然后运行成功 那请看 出来了吧 Deno 后面是它跟个小恐龙 OK 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本地安装成功 同时咱们执行了TS的一个脚本的文件 没有问题吧 OK 然后接下来是这样 我当时我在学习Node.js的时候 就是听了这个Lion大陆 这个大神他讲解的课程 他的课程 他给我做了一个什么事 他直接用Node.js 写了一个HTTP的服务器 其实是这样 Lion大陆这个大神 他一开始设计Node.js的初衷是什么 就是想用Node.js 写一个HTTP的服务器 所以说他在做任何的视频讲解的时候 他都是在用它做HTTP服务器 其实现在Node.js NPM发生很成熟 不光是做服务器的软件 对不对 OK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那么咱们干什么 也做这么一个 使用Deno 也做这么一个服务器 HTTP服务器 咱们看一看该怎么做 首先大家请看 我从网络上去引用到这么一个服务器的包 然后引用到这个服务器的对象 然后在本地开一个server 8000端口 然后进行循环 这个易步调用 他用的是full await 和Node.js的易步调用写法方式不一样 然后在这个地方去输出 我每一个请求 让我给请求返回内容 对吧 这就是他大概建一个HTTP服务器的代码内容 反正我觉得 我第一次看到这代码之后 我觉得我非常喜欢这种编码方式 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亲切感 为什么 因为我也是觉得 这个Node.js 这个JavaScript 它的编码显得非常的凌论 反正我有这种感觉 这个TS看起来还是稍微的规矩一些 好 那咱们先手续马上开始 我在我本地 先清平 进入我本地的walk文件夹 然后咱们nano建一个man.ts 可以吧 考上大神的代码存盘退出 好 然后干什么 然后咱们要运行它 怎么运行它 请看 我敲deno run 然后再跟上咱们这个文件名 就能够运行 这个地方我叫man 所以这地方我改成man 下面的代码也把它改成man 好 咱们去运行一下 我刚才跟您说过 咱们如果要存取资源的时候 咱们不授权 肯定是不会成功的 因为它是杀核机制运行 对吧 那么咱们现在这段代码 明显的是存取了网络资源 那么它会怎么样 看一下 够 大家请看 它去下载依赖包 这个没有问题 还有版本号 这时候大家请看 是未授权的网络资源 它报错了 然后它说 您应该加上允许网络 这个属性 才能够正确运行 这个就是daniel的安全性 在您没有授权的时候 它不会自己去访问一些资源 文件网络等等 对吧 照相机 好 那怎么办 咱们需要加上一个AloneNet 大家请看 这么一个属性 才能够访问资源 然后您要写文件的话 您也需要对于文件系统 给它授权 这是安全的地方 这也是我比较喜欢它的地方 好 咱们试一下 清屏 Go 大家请看 现在已经启动起来了 那咱们访问本地的8080的话 就应该可以看到 这个Hello World 对吧 没有问题 可以看到 这个Hello World 就是这个地方返回的 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我感觉 自从我学了Dino之后 我觉得它今后也许会取代Node.js Node.js现在强大的地方 不在于Node.js的语法有多好 也不在它有多合理 而在于它强大的生态系统 一般的公司想淘汰 稍微有点难 其实有点难 但是看起来Dino设计 又相对比较的规矩 所以说我 觉得它其实是一个发展的方向 今天的做视频把它推荐给您 另外 大家请看 下面的地方 如果您现在就想尝试Dino的话 并且想尝试用Dino开发您一个Web用程序的话 它其实有一个现成的框架 我给您访问一下 这个框架就是支持Dino开发 咱们看一下 大家请看 就这个框架 这个框架是用Dino的语言 来开发您自己的网站应用程序 好不好 有兴趣朋友 您可以访问一下这个网站 用一下这个框架 看看开发起来 是不是简单很多 比如说 看这个是一般的LTS 这是它用它的框架 生存脚本 非常的简单 对吧 您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尝试一下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到的 所有的内容了 Dino Node.js的弟弟 它是一个安全的JavaScript和TypeScript的运行师 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辩证语言 推荐给您 希望对您学习有所帮助 今天的课件 我都会放到我的GitHub上去 有兴趣朋友下载运行一下吧 OK 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了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订阅帮转发吧 OK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 咱们在今后视频再见咯 拜拜 拜拜 by bwd6